我們今天又有一批人員 到現場去加強巡視 剛好有這個機會讓我們來提醒我們相關的觀眾或鄉親 能夠注意颱風的做好準備工作 通常你們都怎麼準備 就是說因為這一次中度颱風煙花 昨天晚上氣象局已經有發布海上颱風警報 那它的路徑是朝向北部 那基隆地區是臨海而且也有很多的山區 除了是陰風面以外也容易造成大風大雨 所以也容易會有樹木傾倒壓到電線的情況 還有山區的土石崩落 讓電感導斷造成一些停電的情形 所以台電基隆區處這邊 我們已經成立了房台緊急應變小組 全力做好戒備的工作 那我們已經先針對我們防災的這個車輛工具 像發電機抽水機 我們都做好的這個盤點跟整備準備 以及呢也完成了我們搶修人力預備待命的工作 隨時我們注意這個颱風的這個氣象局的最新資訊 那有效的來投入防災的工作 那在這邊 在這邊我要還是要有三點要跟我們觀眾或鄉親做提醒的 第一點呢 第一點就是說我們共同來做好這個防災的準備 那尤其在比較低窪 比較容易淹水的地方 那我們把沙包 防水閘門都把它準備好 那預防大雨來的時候會造成淹水 因為像地下室的淹水就容易影響到我們搶修 復電這樣的一個工作的進行 地下室要顧好就對了 是是 針對那個重要的地方像抽水站不能停電的相關的單位跟設備 也要及早的把這個發電機不斷電的設備都準備好 那如果發生了停電事故呢 那就請大家多利用網路通報的方式 或者查詢停附電的資訊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我們還是要請大家來加強防臺 像固定的那個招牌的看板 還有一些懸掛物 那能夠把它拿下來 那避免說遭到強風的摧襲 那碰到電線就會有造成斷線跟停電的情況發生 那但是這裡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如果有遇到看到電線掉落 那絕對不要去檢它 不要去碰它 會觸電 那趕快打電話給台電 那我們會派專業的人員 趕快去現場進行處理 那第三個呢 就是如果有發生停電的事故 那我們會鼓勵我們觀眾這邊 大家多多利用台灣電力APP 來做報酬的功能 那這個台電科就可以及時的受理 而且把相關最新搶救的情形透過APP 也來推播告知 那還有我們針對台風 那台電的公司的網站 也會開設這個台風停戶電資訊的專區 那大家可以輸入停電的地址 那停電的情況就可以完成它的通報 後續也可以進行停戶電的進度查詢 以及也可以利用台電的1911客戶專線 我們希望能夠盡量留給不會使用網路的鄉親 那或者是比較習慣打電話的長輩來使用 這是我們三點這邊要麻煩大家來配合的 那另外跟大家報告就是 如果是因為這個台風造成的停電事故 那台電公司會積極 而且很快的派員到現場去搶修復電 那我們的復電程序呢 會從重要的電電所還有主要的幹線 以及我們分支的幹線 這樣的一個順序來執行 那另外會考量到像火車自來水 還有我們電訊通訊的公用設施 這些都要先完成 我們就會來進行一般用戶的順序 安排人員進去搶修 這個是目前我們大概已經做好盤點 以及我們希望提醒民眾 大家能夠共同來做好這個防台防災的工作 記者黃俊生採訪報導 好 好 好